大家好,我是阿雅 很多宝妈说孩子不爱吃菜 今天这个早餐孩子爱吃也更有营养 焯过水的胡萝卜和西兰花切碎 加到生米饭里面 再加上一包海苔碎 海苔里面有盐,所以也不用加其他调味料了 用手捏成小饭团 什么形状都可以 碗里面打上两颗鸡蛋,搅散 平底锅里喷点油,舀上一勺蛋液 趁着蛋液还没凝固,放上饭团给它裹起来 全部裹好了 加上一点点水,盖上盖子焖个两分钟 剩下的蛋液可以做个蔬菜汤 先炒个西红柿 再加上一点豆腐,金针菇,几颗虾仁 调味料只加生抽和盐就行了 烧开后加点青菜,还有蛋皮丝 营养又好喝的蔬菜汤就做好了 饭团也可以出锅了 配着蔬菜汤可好吃了 我还做了几个更简单的饭团 一口一个还挺好玩的 可以开饭了 饭团里有蛋有菜,营养更丰富 孩子吃起来也有更多的乐趣 你也赶紧试试吧,拜拜 8月30日 显 欢迎访转饰